后来开始有人说慢跑 你慢跑才看得到旁边的风光 有人出去旅游是比我去几个国家 去一趟行程 要去多少点 大陆人现在玩法就是这样玩 所以他们六天环岛一周 台湾都一周 慢慢的就是说 其实大家要定点旅游 要漫游 吃东西 其实我们要慢食 就不是吃饱 因为台湾早就过了 没吃饱那个阶段 现在我们要享受吃的文化式的美食 这件事情 那其实回过头来看 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美食 就是饮食教育 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大家再补充 不过谈到饮食教育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慢食运动 这个主要是在那个一九八六年的时候 麦当劳要去意大利设点 在罗马设点 这个意大利人 跟我抓狗 你在侮辱我们意大利人 主要是要反对麦当劳 这种素食文化 所以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 意大利成立的这个慢食运动 以及慢食协会 现在已经遍布一百三十个国家 那分会呢 在全球大概超过一千个会员 大概超过十万个 台湾现在也有了 在两千零六年的时候 也成立这个慢食协会 到底这个慢食协会 慢食运动 是要做什么 我们来看看 就是主要是要反对那种 快速的生活方式 快速的食用方式 然后要缓慢的 然后回到餐桌上 大家吃饭 拜托不要在听 其实如果真的 我也不反对 现在便是关掉 然后你去餐桌 然后跟你的家人 好好聊天吃饭 然后回到餐桌 去享受饮食的乐趣 生代美食 然后就是说 我们其实吃东西的时候 要注重这一个产品 这个食材跟当地的那个生态 有什么观念 台湾我们说的蚵子 其实没了那些就 就去那个六千年 物量这么多 还有所谓的友善旅游的环境 这个其实也刚才谈到说 你如果说 你如果比如说 我们吃蒜头粿 蒜头是最重要的 结果如果说 我们是用剥削农民 跟那边生产者的方式呢 其实这不是一个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比较友善的这个去亲近当地 以及做有机的美食这样的一个推广 还有要保护 濒临消失的这些食材 比如有壳的海鲜 可能因为污染问题越来越少 还有所谓的记忆 其实我们说按那个乎生的观念 很多小吃 其实现在也面与快快消失 有过啊 吃过啊 其实我们慢慢都没有 没人要做啊 台南那种微甜的口味 其实现在也在慢慢在改变 还有品味教育 怎么样去享受那个食物 提高我们的饮食文化 这个也不一定说真的要花大钱 对没错 你去吃饭35号的土土鱼鸡 你也可以 对你可以讲 然后再来结合缓慢城市 悠游生活的慢活的运动 我再取消虚重 这个慢食运动 在台湾真的推得起来吗 你们推了那么久 绝对可以 其实这一次啊 这个这一团来 对不起啊 我们就是干掉了日本 他本来要去日本 那我那时候就问校长说 那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吧 你为什么要去日本 他说我们想要了解 稻米文化 他说稻米文化你是五月来 那你最应该来台湾啊 台湾是全世界产 这个耿米纬度最低的国家 第一点 五月来的时候 像高雄现在已经开始 有人在收割了嘛 所以我从宜兰那边 你就可以看到抽青税 然后到后面 你是全部看得到 我在池上那边 安排一个米食的testing 我东部选两个品种 西部选两个品种 在池上那边 就让你去了解说 你这个米在同样一种米 不同品种的米 然后同样一种的喷煮方式之下 他所造成的口感差异 最后米不止白饭 还有米食文化 也就是昂谷粿行 这一个那一个 变生出来的 那个丁碧粿 所以我这一次 肉粽米粉 我们说不及应 因为这次本来宜兰那边 赞助者他们是要赞助好餐厅 他说你们是美食团 一定要吃好餐厅 后来我说不要 因为我说这个没有意义 好餐厅他们以后自己来玩就好 如果跟着我 我是设计在铃迦古宅 他们比较像学者 在铃迦古宅 你用石磨自己磨米浆 然后用那个稻草来引火 然后来用那个茶叉来做这个丁碧粿 然后你可以让他知道说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糯米这样一个东西 还是这样觅食的东西 融入我们这边的生活 那他跟我们这边的在地文化 像台湾 我说台湾饮食文化是一个 450年的饮食 移民历史的融合 所以我说眷村菜应该就是 我跟他说 如果你要了解中国菜 好棒 但是你第一个站 第一站一定是台湾 因为来台湾呢 这个就历史上 我们知道眷村菜 其实融合了第二步 但我们介绍方便 我就说这是第一步 这是比基尼 所以第一顿 我就选眷村菜 最后一天是板德 板德我们现在板德里面有日本生鱼片 对不对 有各式各样 最后还有生菜沙拉 对什么都有 这就是所有的菜系融合在一起 一个呈现 所以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我们是有一定的菜区 所以这一团其实除了吃到很多东西之外 他吃到更多的文化 每一个东西都是有经过设计安排 而每一个食材生产商 都是跟意大利有相关联系 像这个我们去看蜜餐 那个宜兰 我们就了解台湾的蜜餐是怎么分布 他的制作 然后跟意大利 Crimona的Mostata来做比较 然后跟他的感染来做比较 所以每一个东西 你要卖东西给人家之前 你要了解对方 你才有办法卖 那我现在就是这一团希望用学生 来让我们的业者 或者相关单位的了解 什么叫做Sales的这个国际语言 阿欧奇 我看你应该看得好像口水快流下来 你自己看了 就是刚刚Wendy姐谈到说 他如果要行销台湾 两个最重要 就是不是什么大山大水 第一个是Friendly people 就是友善的人 第二个是美食 他把人放到美食前面 作为一个滞留台湾的日本人 你怎么样看台湾人 我觉得台湾人很可爱 第一次碰面 马上变长好朋友的感觉 很清洁 路边的台湾人也是 你们日本人不会吗 我去日本也觉得 我们很害羞 真的我要举证 上次新闻局群 一批这个记者来 国外记者 那有一个 沙地阿博的媒体来访问我 那那一天 我要从凯悦饭店 带他到那个101 从101带到凯悦 是不是有个天巧 因为我路吃 所以我就随便找一个 路边一个这样小帅哥 就问他说 那个人跟我花了三分钟讲 我听了没有 后来那个人觉得 我这个很烦 他说不然我带你去 然后他就带我们两个去 然后那个记者就很笑 那走要走差不多五分钟 然后后来坐下来 那个记者问我说 那个人为什么愿意带你 他是里面的工作人 他说不是 他说那因为你是 台湾的名人 我说也不是 他说那他 他为什么要花五分钟时间 带你到凯悦 你知道我那句刚刚说 That's what Taiwanese is 然后我说 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 结果后来 他写了一篇台湾的报道 他的标题就是叫 That is what Taiwanese 他说我们台湾就是这样 台湾人其实是很friendly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其实是很棒 阿尤其对你最深的经验是什么 最深的 一直让你觉得 那个台湾人 棒到不像我 我生病 刚来台湾的时候生病了 然后就不舒服 可是没有认识的人 那时候我有那个教日文 然后那个血伤是比我大 然后就没有很熟 所以我就刚好他给我联络 所以讲就有一点不舒服 他自己的工作全部就丢后 丢在后面 然后带我去 那个我不知道括号是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 然后对 然后他陪我一整天 然后就我的那个 那个什么 钱 都是他付的 全部他付的 我没有那个就健保 他是要追你 因为美丽 女商 真的 那其实是两句 我可以回应一个故事 我姐姐最近在高雄一闭房子 住给一个日 就有住日本 那个日本是一句话都不会讲 然后我姐没有跟他共同 因为英语也不通 后来你知道我姐怎么办 我姐把他的电话给我妈妈 因为我妈日文讲的比我的英文还好 然后我妈已经八十几岁 我妈还帮他翻译 然后我妈还带他去医院 你知道 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 那那许总 你到底要 除了说文化跟美食之外 他们还能体验到 真正的台湾人情味吗 可以啊 怎么说 你要怎么样带他们体验 从一路上 这虽然今天是第一天 可是各个茶农 不只是茶农 文山社区的很多那种 稍微有一点英文能力 可是他其实跟这活动 一点关系没有 他只是说 有阿兜要来 那我们来帮忙一下 他们就自己过来了 友善 所以他们说这些人 怎么这么多人来协助翻译 这奇怪 快要变成一个人一个配额 我就说没有 其实他们是谁 我也不认识 他说那不是 是未来 为什么过来帮忙 就附近英文还可以 其实大家英文都讲了 粒粒拉拉 可是能够帮就尽量帮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跟你讲 我一个经验 我去台南那个德基洋行 就有一个老外 问那个门口 那个马赛克 到底那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大家就说 马赛克 他们怎么说 一项人 一项 奥巴桑 那不是说 马赛克 还是什么 就很有趣 没有人知道 马赛克的英文要怎么讲 可是呢 大家就一直跟他讲说 这可能是泰鲁 或是隔离一款 什么 可是我再请教 除了人情味 台湾大概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 然后这个也不用需要改进 但是包括说 我们再谈一下 饮食文化 除了要吃慢一点 台湾还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其实台湾的多样性 非常重要 不管是生态的 地质的 动植物 这个生态性 其实台湾的人 因为其实也很多样性 我本来讲 我们不敢说蓝绿 或是什么 台湾的多样性 台湾的美食 其实是文化的代表 我们的美食的多样性